水族女孩出嫁 母亲要准备些什么 捕捞出来的小鱼可以有哪样的做法 水族同胞的鱼包韭菜有何讲究 以前的话这道菜叫韭菜鲍鱼 是因为以前的鱼个头比较小 小孩要去拜宝爷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习俗 色彩缤纷的马尾绣有何用处 以前我们总是做绣被带 本期乡土带您走进三都水族自治县 看那里人们的习俗 这道菜是中国人的老天 有何用处是中国人的博士 你从说那里人的老天 在这道菜市里 在这道菜市里 小鱼 是 这道菜市里 让你到此 音乐 看那icie 这是流行在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一首名歌 当地民间流传的歌谣丰富多彩 曲调旋律简约 歌词通俗易懂 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说话的这位大家都称她为萌大姐 旁边的这位是她的女儿阿定 阿定要出嫁了 母女俩在商量出嫁的事情 阿定手里拿着的绣花鞋和桌子上摆放的布皮 就是阿定出嫁所用的嫁妆了 三都的水族同胞有一个传统 女儿出生起 妈妈就要为她准备嫁妆 其中包括女儿各个年龄段要穿的衣服和鞋子 这些衣服和鞋子都不能买 必须要纯手工制作 这些绣花鞋虽然看似普通 但这鞋面上的刺绣 是水族的一个民间传统艺术 马尾绣 当地人们将其称之为刺绣的活化石 上午十点 在当地一所高中 学生们刚刚结束了短暂的课间活动 正要准备上课 讲课的这位叫吴永之 她是一位不一族的姑娘 当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 来到三都县 在这里当老师 到现在已有八年的时间 吴永之不仅是位英语老师 业余时间 她还有另外一些事情要去完成 迎面走来的是吴永之和她的婆婆宋水仙 今天他们到群立村 给当地做一些辅导 这间不大的房间里 聚集着不少当地的绣娘 他们在刺绣 他们绣的就是之前所说的马尾绣 水族马尾绣有自己独特的制作记忆与方法 第一步 拿两至三根马尾 然后与丝线紧紧地缠在一起 将其称为绣花线 第二步 将缠了马尾的绣花线 固定在已经设计好的图案轮廓上 第三步 再用彩色丝线将图案周围的部分绣好 最后还要通过平绣 挑花 跳针等刺绣技法 完成整个绣品 马尾绣技艺 全靠心灵手巧的水族女人 世代相传才保留至今 随着时代发展 传承马尾绣的不仅是这些水族绣娘 当地一些其他民族的女人 渐渐也开始学习这项技艺 并且用它来赚钱养家 这个马尾绣 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左右 他们每天都会来这边吗 除了不干农活的时间都来的 冬天比较有时间来做 在周末的时候 吴永之和宋水仙 就会邀请住在附近的绣娘们 到家里来做马尾绣 大家在一起既可以交流刺绣的记忆 而且很多人在一起说说笑笑 特别愉快 你们大家看一下 因为以前我们总是做绣背带 背带咱们绣这个背带 只能给自家用 现在背小孩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咱们现在就要做绣的是其他的 以前这个咱们绣的这个东西 鸟啊这类的太大了 不好绣 咱们现在就绣在这个笔记本上 这个是刚刚设计的 宋水仙是三都县三栋乡板门村里人 从小跟随母亲学习马尾绣制作记忆 这间藏满水族马尾绣的地方是他的家 也是他们推广马尾绣记忆的传习所 这些覆盖着厚厚尘土的老物件 虽然看似成就 但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缺失的宝贝 因为这个老的这个工艺确实是特别的精美 所以我就想起去收藏一些东西放在家里 希望以后小孩长大了 能看到我们祖先留下来这种文明的这种传统的工艺 马尾绣突出的特点就是 不用剪纸图案做底样 刺绣艺人完全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 与艺术构思来完成 在创作图案时 首先用一根长针将马尾线穿好 再用另一根稍小的针穿上铜色的丝线 然后一边用马尾线在布面上 相成各种图案 一边用穿有丝线的小针 专门将图案固定在布面上 这个马尾是跟我们水族的传统文化是有关的 我们传统的那个端节 是相当于汉族的那个春节一样的隆重 我们传统的端节就是需要晒马 所以家家夫妇都要养马 还有一个我们水族老人去世的时候 男的去世的时候就会杀一匹马 所以这个马尾自然就会有了 然后这个马尾咱们不能浪费 所以就拿来做马尾绣了 这马尾缠着丝线虽看似轻松 但其实是件技术活 不过就是因为有了马尾 这样做出来的绣品才更加结实耐用 做绣品的话 它有一种油脂自然分泌 保护着这个丝线 所以这个特别的结实 特别的耐用 我们的马尾绣可以用到生活中 伊山傍水的水族村寨 主要分布在都柳江 龙江上游 在过去贫困的年代 鱼曾让他们的祖先渡过了难关 所以他们认为是鱼救了他们 鱼被他们视为图腾 俗话说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住在都柳江边的水族同胞 有些人目前仍以打鱼为生 在当地打鱼不仅是男人的事情 女人也会来帮忙 正在下往的这位叫金鸿桃 她是一位水族女人 水族的女人平时生活劳动中 也会穿着绣着马尾绣花纹的 立金上衣 称传的这位是她丈夫的表哥 今天她的丈夫到集市上卖鱼 还没有回来 她一个人没法下网 就叫了亲戚来帮忙 金鸿桃他们一般把网 下到水流平缓的地方 这样网不容易被冲走 而且相对也安全一些 但是捕到的鱼也会比较小 这个鱼要是你放到第二天清晨 这个网都找不到鱼子了 太多了 金鸿桃的家就在马路边上 交通比较便利 来往的人也比较多 他们就在自己家开了一个小的鱼庄 大家来这儿喜欢吃江里打出来的鲜鱼 金鸿桃他们一般会把捕到的大鱼 养到鱼池 等客人来的时候做给他们吃 小一点的鱼就自己吃了 这个袋子全部是打鱼 所以这个地方才叫做打鱼寨 以前叫做打鱼寨嘛 金鸿桃做鱼非常简单 锅里加入小鱼 放入一些家常的佐料 等锅开了就可以吃了 这样的做法 这样的做法与他们常年漂流在江上捕鱼有关 金鸿桃告诉我们 他们为了能捕到更多的鱼 有时吃住都在船上 船上条件有限 他们一般就用姜水来煮鱼 不过这样看似清淡的鱼汤 恰恰保留了鱼的独特鲜味 不能煮得太久 太久了它就烂了 在金鸿桃他们看来 相较于去城里打工 老家这种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生活 虽有些平淡 但一家人可以这样生活在一起 看着董事的孩子们健康成长 他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宋水仙和家人 很早就搬到了县里居住 但他们有空还是会经常 回老家的房子来看看 今天宋水仙回来 几位喜欢马尾秀的人也来陪他 好久不见 中午他们打算要做水族的一道 特色美食 鱼包韭菜 平日里宋水仙忙于做马尾秀 所以家务活都由丈夫 为家快来操持着 老家的田地里还种着韭菜 要用的时候直接割下来 特别新鲜 水族同胞在一些年节和请客的时候 都要做鱼包韭菜 关于这道美食 还有一个传说 这道菜有一道传说就是 原先我们的水族祖先 是居住在江河边上的 他们一日三餐都有鱼有虾 后来由于这个洪涛成灾和战争 我们的祖先要被迫迁徙 然后我们祖先在迁徙之前就用九种草药和鱼做成了一道能治疗疾病的药 并且他们也可以在路上使用的一道菜 后来我们的祖先在云贵高原南坡的都柳江河 农江定居了以后 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个九种草药的这个配方就失传了 我们的水族人民为了祭祀 纪念我们的祖先 然后就用了这个韭菜来代替这九种草药 就制成了这道鱼包韭菜 鲜活的鱼沿背部剖开 但鱼肚相连 之后撒上白酒拌上做料 再将洗好的韭菜放入鱼肚 用稻草捆扎好放入锅中 以前的话这道菜叫韭菜包鱼 是因为以前的鱼个头比较小 然后我们就用韭菜来包这个鱼 现在的话我们叫鱼包韭菜 那么就用现在的鱼的鱼个头较大 然后用韭菜包在鱼里面 对了 哦 对了 吃饭咯 大家过来吃饭咯 好 大家辛苦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过去人们生活水平较为艰苦 再加上做法复杂和烹饪时间长 鱼包韭菜这道美味 只有在重大节日或招待客人时 在三河镇的中杠站 这里有家小孩要拜宝爷 拜宝爷就是我们常说的认干亲 不同的地方认干亲的风俗习惯也不一样 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那里的习俗是怎样的 这个小女孩叫小家 按照当地的习俗 拜宝爷要请村里的水书先生 水族不仅有自己的语言 还有文字 人们将其称之为水书或者水文 一个字就可以翻译成一个词语 绝大多数水族人并不懂得水书 只有个别几个人知道 我们将其尊称为水书先生 这是我们所说的五行 五行有金 这是金 木 水 火 土 日 月 天 地 人 这个像不像人 举起双手 非常有力的那些 神秘的水书 在水族群众的社会生活中 至今还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如婚丧嫁娶或重大节日等 仍然照水书记载的水利推算决定 他叫维天邦 是三渡县中杠寨的水书先生 水书先生是水族村寨里有威望的人 今天小家的母亲把他请了过来 看看家家是不是需要去拜干爹 在三都县的一些水族村寨 人们认为如果小孩子小时候爱哭闹 或者身体弱就要去认一位干爹 这样孩子就好养活了 水书先生维天邦说 小家必须要拜村里的宝爷为干爹 家里的长辈一听水书先生说 小家得去拜村里的宝爷为干爹 赶紧准备了起来 去拜宝爷准备的东西以食物为主 五彩糯米饭是其中必不可少的 做五彩糯米饭的染料都是植物 色彩缤纷 天然的染料对人体有益无害 味道香醇 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一般家家户户都要做五彩糯米饭 表示生活像百花一般灿烂 象征着大家团结一心 家里的小孩要去拜宝爷 全家人都要忙起来 不只有小家的父母 因为按照当地的习俗 有些东西必须由外婆来准备的 这位就是小家的外婆石莲英 旁边的是小家的舅舅姨妈等长辈 他们一会儿都要去陪着家家拜宝爷 做好的五彩饭上要摆放上红鸡蛋 这红鸡蛋的摆放也很有讲究 必须要全部竖着放在糯米饭上 寓意就是希望小孩子能够茁壮成长 放好的红鸡蛋还得拿红纸盖上 马尾袖的背带是三都水族人家必备的 是水族同胞们用来背小孩的一种刺绣品 上面的花纹特别讲究 集中表现了马尾袖的精湛技艺 找到了就是这一张 这个上面一只蝴蝶 蝙蝠 这个是蝴露 这是如意 这些就是苏茧 中间是生命树 这里到这里又结一个大果子 这里到这里又结一个大果子 就是石榴树多子多福的 马尾袖背带在水族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 一般水族女人出嫁生育的第一个小孩 在伴满月酒时 孩子的外婆要亲手制作一个背带和银铜帽 作为送给女儿的礼物 对 就是里面有这么多的一个寓意 吉祥的在里面 希望他们健康成才 健康成才 有刺有穿这样子 就是这个意思 制作精美华丽的马尾袖背带 不仅是娘家的荣耀 更是寄托外婆家对新生儿的祝福 而且只有在出嫁后生第一个孩子时 才会准备背带 此后 女子不管生育多少个孩子 娘家都不会再送马尾袖背带 可以接着用这个背带 一般来说 每位水族女子一生中 只能接受娘家送的一副马尾袖背带 所以有一条绣花背带 祖传子孙三代的说法 在拜宝爷之前 家里的长辈要先祭拜祖先 意思是告诉祖先 家里有娃娃要去认干爹 同时也希望孩子 可以得到祖先的保佑 祭拜完祖先 全家人就抬着给宝爷的礼物 浩浩荡荡出发了 不只是小家的家人 寨子里的村民也都来了 水族女孩出嫁 母亲要准备些什么 捕捞出来的小鱼 可以有哪样的做法 水族同胞的鱼包韭菜 有何讲究 以前的话这道菜叫韭菜包鱼 是因为以前的鱼 个头比较小 小孩要去拜宝爷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习俗 色彩缤纷的马尾袖 有何用处 以前我们总是做袖背带 本期乡土 带您走进三都水族自治县 看那里人们的习俗 水族女孩出嫁 母亲要准备些什么 捕捞出来的小鱼 可以有哪样的做法 水族同胞的鱼包韭菜 有何讲究 以前的话这道菜叫韭菜包鱼 是因为以前的鱼 个头比较小 小孩要去拜宝爷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习俗 色彩缤纷的马尾袖 有何用处 以前我们总是做袖背带 本期乡土 带您走进三都水族自治县 看那里人们的习俗 到了村口一棵大树下 队伍停了下来 小家的外婆她们 都干脆坐在大树下休息 难道要在这棵大树下拜宝爷吗 宝爷又在哪儿呢 宝爷是这棵大树 这棵大树就是宝爷 因为拜宝爷任干爹 就是要求得这棵大树的庇护 这棵古树已经一千多年了 大家认为是吉祥树 也是寨子里的宝贝 所以历年来都称呼这棵树为宝爷 这块红布上写着的 就是小家的出生年月日 和一些祝福的话语 是用水书写的 水书是水族的文字 由村里的水书先生来代代相传 一旦村里有这种传统的仪式 都要请来水书先生 用水书来书写祝福语 拜完了古树 小家穿上外婆送的新衣服 然后把写着小家身份的红布 挂在古树上 小家就算拜古树为干爹了 按照村里的习俗 在小家拜宝爷的好日子里 前来参加小家拜宝爷仪式的客人 要留下来吃饭 来参加小家拜宝爷仪式的人 有很多 楼上楼下都摆满了宴席 虽然这些天为了准备这些东西 小家的家人忙碌了好多天 都没有好好休息 但他们很开心 因为只要小家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 在拜宝爷这一天 送给小家最重要 最有意义的礼物 就是马尾袖的背带了 在小家的成长过程中 这件由外婆制作的马尾袖背带 不仅是一件工具 里面更是寄托着家人 对小家美好的祝福 从这些繁杂的绣法 和精致的花纹中 我们可以窥探到 母亲对于孩子无私的关爱 不仅如此 这些堪称艺术品的绣品 是水族特有历史人们的浓缩 在中国 祖辈的手艺是血脉 是基因 家乡的味道 是思念 是香愁 手艺不能丢 味道不能淡 为之香土中国 一方水土 一方民情 一道美食 一缕牵挂 吃前有期待 吃后有回味 香土栏目推出精心制作的系列片 品味中国 带您去各地 体味每一道美食背后的文化和民族 下期香土品味中国系列节目 带您到吉林 品味当地 独特的美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ur三畑 品味道 《简单》